那就是今天我们在直播间请到的 亚太区品牌代言人李一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分开跟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这个好像 看这个画面好像是一个 那个记者招待会 是这里对对对是这里 大家好我是李一峰 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 待会儿我还要预告一下我们的新选时尚美妆达人 淡淡小朋友也会来到直播间当中 跟我们一起来做实验 其实现在非常多的这个粉丝朋友们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在期待着你的到来 应该是都很沸腾的状态 那么大家也可以点击我们右下角的分享键 分享直播间的链接给你们的朋友 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峰峰 我们这里也请工作人员来帮我调一下 我的这个直播的手机 我们现在可能是不是太多 现在是不是有点卡 因为一会儿我们的这个手机上还要抽奖 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又给大家送福利 所以千万不要走开 也欢迎你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其实听说峰峰是我们Five品牌的忠实的粉丝 对不对 其实屏幕前要观看我们直播的很多的朋友 可能现在还不是那么了解我们的First A Beauty这个品牌 所以今天第一个环节 我们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验证一下 我们Five的产品实力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做两个小实验 来看看我们Five两款产品的产品力 我们也邀请到了新选时尚美妆达人 蛋蛋小朋友一起来跟我们做这个实验 我们请蛋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嗯 好 我们先要来做的这个实验呢 是我们的 看到我手上这款Five急救霜的小实验 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夏天马上要进入到秋天了 换季的时候皮肤可能很容易过敏 会经常遇到一些肌肤的问题 比如说干燥啊 加上白天还是挺晒的 所以说对我们的皮肤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个实验就是模拟 在秋天换季的时候高温干燥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Five面霜对于皮肤的保护作用 我们请蛋蛋来给我们说一说 好 有人吗 来个工作人员 这一款啊 是就是正常的这个颜料 然后这一款呢 这个是正常的颜料 这一款正常的颜料 我们给它涂在手上 这个就是像我做了一下 涂在这吧 能看得到吗 这样 好 我们请老师给一个镜头 然后这一款呢 是里面混合了这个Five的这个面霜的 这个我们要不要让让蜂蜂来涂 涂在那个工作人员的手上 给大家看一看 好 可以再涂一点 让大家看到这个效果会明显一些 OK 好 我们来一个吹风机 接下来这个风干 它其实就是在这个季节 我们在夏秋交替的时候 换季的时候 模拟皮肤会遇到的高温啊 干燥啊等等等等 模拟一个极度热极度干燥的一个环境 比如说我们现在天气很干燥 而且我们出门的时候还要佩戴口罩 那这些都会增加我们皮肤所面临的问题 想把蜂蜂你在平时就是现在这样一个季节 你的皮肤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说要去 最主要的就还是干燥 昨天我已经四个月没有回北京了 昨天回到北京早上起来就很干 很干 就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的状态 而且北京那边本身就其实挺干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很需要我们的FAB面霜 要吹多久了 吹好了 我们可以给镜头来看一下 你看 这个手现在是刚才没有加这个FAB面霜的 这是加了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 看 它还是很湿润的 可以划出来 然后这个手就已经完全干掉了 是 我们看到现在下面的这只手啊 它是刚才混合了我们的FAB面霜 然后涂抹过的一个颜料 你能看得出来 它上面还是很有光泽度的 然后也一点都不干 它的湿润度是非常棒的 但是上面的那只手没有加过的 现在已经整个是干裂了 那么就跟我们平时的皮肤是一样 会有些干纹啊 会有些干燥的情况出现 我们谢谢我们的这位手膜 好不好 谢谢你 跟我们来做的这个实验 真的能够让大家很直观地感受到 刚才我手要拿的这一款 我们FAB的舒缓修护面霜 这个实验是谁想到的 这个实验是我们为了给大家来看到 我们的这个FAB面霜 它的这个产品的实力 所以给大家想出 我们可以模拟这样的一个实验 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湿作用 而且还有这个屏障保护的作用 因为我们的FAB产品里面 有一个明星成分 叫做北美微米燕麦蒲聚糖 它可以迅速在这个肌肤受损的地方 形成一个透明的保护膜 去急救你的皮肤 所以在用后的第二天 你就会发现这个皮肤的状态 会立马好了很多很多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实验 是刚才 不建议大家拿着这个全部倒 小朋友不要就拿油漆全部把面霜倒进去 很浪费 不建议把它全部倒进去 平时油漆呢 也放在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这个实验呢 是跟我们的另外一个明星产品是有关系的 如果告诉你我们的FAB 有一个明星产品叫做奶盖泡泡洁面 不知道大家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风你在听到这个名字的第一反应的时候 你对它有什么样的想象吗 我还好因为我每天都在用这个洗脸 是奶盖泡泡洁面 我们请淡淡再来跟我们说一说 这个奶盖泡泡洁面啊 它是一个微米级的这个泡沫 我给它挤出来一点点 然后我们的涂上 它会自发泡 几秒钟 它马上会发出非常绵密的泡泡 然后这个非常绵密的泡沫呢 可以渗入到这个草莓的这个 一个个这个颗粒状里面 然后吸进去 就像模拟在我们的鼻子上 包括在我们的皮肤上 吸进之后 然后把我们毛孔里的这个脏东西给它拽出来 然后再去清洁 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一个深层清洁的这个功能 哇 其实效果已经非常明显了 你看刚才拿到的草莓 上面只有我们的这一点点折离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自发泡了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淡淡全程啊 它没有对这个草莓做任何的动作 但是现在泡泡非常非常的绵密 所以我们管它叫自发泡 我们通过镜头能够很真实的看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而且很柔软 对不对 你看 越来越绵密这个泡泡 这个是就直接抹 对 不用水啊 你不用就是水还是要的 吓我一跳 我用错了 不是免洗 不是免洗 就是你放上去以后 可能你搓抹 它的这个泡泡会越来越多 但哪怕你不搓 这个泡泡它都会出来 所以它叫自发泡 但是完了以后 还是希望风味小朋友能把它联系一下 就是这个泡沫要把它洗掉 可以食手食力用到这种 是是是是是 这是今天在这儿推荐给大家 为什么叫做奶盖泡泡 你再闻一闻 它还有前面可以再加一个苹果这两个字 因为它有一股淡淡的苹果香 在这个里面可以给大家 我现在闻不不会有草莓味的味道 你可以看看能不能能不能大家闻出来 我们这个产品如果你说它全称的整个的昵称叫做 苹果奶盖泡泡结面 这就是这款洁面非常厉害的地方了 它含有双重氨基酸 非常的温和 草莓也不会洗坏 我们现在刚才风风说到了 对 它不用水洗 它是用水洗的 所以我们要让工作人员把它洗 然后拿上给我们看一下 这个不是用来洗草莓的 是用来洗我们的脸的 是 是用我们看水把它洗干净之后 拿上来以后草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敏感肌是非常适合 完全不用担心的 今天是洗完的 非常的干净 而且草莓不会洗坏 草莓本来就很脆弱 就觉得敏感肌和孕妇都可以用的一款洁面 是 所以我们看到这款产品 刚我们亲眼所证 它是非常非常温和的 连草莓我们平常可能碰一下 可能都会有一些坏的 但是现在洗完了之后 整个的质感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是我们跟大家来推荐到的 我们的奶盖泡泡面膜 好 这个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两款产品 一个是急救霜 一个是奶盖泡泡面膜 我们的这款洁面非常好 温和 洁净力又强 然后洗完以后不紧绷 不假滑 当然还有超多的 大牌的洁面里才会有的一些营养物质 有洗脸 养肤的功能一步到位 所以今天我们两个产品力的实验是非常成功的 实验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 我们要谢谢我们的新选时尚美妆达人 淡淡小朋友 谢谢你 我们的 是 你的直播间当中还有好多的朋友在这里看着 马上跟你在 相聚在你的直播间当中 谢谢你 拜拜 谢谢 好 我们刚才 这么快就下班了 他还有 他继续 他还没有结束 刚才我们用实验来见证了Fab的产品实力 不得不说我们的Fab的产品是真的好 所以接下来呢 我要告诉风 今天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相信现在在直播间当中的小伙伴都已经参与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当中呢 就是我们的Fab和李一峰宠爱脸红女孩联名礼合的监货抽奖活动 大家都领取到了自己的抽签码 那么我们在五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公布了这个结果 赶紧大家要去看一看有没有中签 就是最后的这个中签结果大概是怎么样的 现在进入到我们的First A Beauty的官方旗舰店 在轮播手头的部分进入到相应的监货抽签页面 就能够查看自己的中签结果了 好 如果说你没有抽到这个签也没有关系 没有抽到的话你可以直接来买我们的产品了 好 说到这个盲盒 我们要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盲盒 这个盲盒应该是所有的小蜜蜂们都特别特别想要的 是 对 麻烦蜂蜂把它拿过来 OK 我们可以把这个盲盒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好 盲盒上的这个贴纸 我们是刚刚撕开的 贴纸上就是小蜜蜂 每一个盲盒当中都是不一样的 哦 你看风风里面是我们给镜头可以展示一下 不一样 对 是不一样的 那个里面是一个爱心 对不对 哦 真的不一样 对 真的不一样 你看这个盒子里面也是不一样的 哎 你们看这个盒子里面还是这样的 每一个都不一样哦 这是我们的盲盒 我们的品牌直播间也给我们观看直播的各位粉丝朋友们 其实准备了有一波福利的 福利就是 刚才我说到的千万不要走开 还要把我们的直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是因为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准备的福利 就是我们手上 你看这个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一共就三款 是吧 对 三款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会在直播间当中 今天直接来给大家抽我们的这个福利 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福利 就是我们的FAB品牌和李一峰 宠爱脸红女孩怜悯礼盒当中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三款不一样的 李一峰的这个盲盒 这一套盲盒礼盒当中啊 包括了我们的FAB三款王牌产品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FAB的急护霜 还有我们的这个奶盖泡泡洁面 还有我们手上现在拿到的这个燕麦精华水 其实你一直在拍戏 有的时候在外面拍摄也会暴晒一天 所以皮肤有的时候是会有一些 比如说过敏啊 红的一些这个泛红的一些症状了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要会用到我们的这个急护霜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来送福利了 我们看到现在在直播间当中 我的手机上是跟大家同步在播出的画面啊 直播间当中我在同步的播出 大家都在留言 接下来 我看了有延时三秒 三秒三秒 还挺精准 三秒 那接下来我们的分部会通过弹幕来抽奖 送出我们的三套 我们面前都不一样 所以你不知道你会拿到是哪一套 送出三套Fab和李一峰宠爱脸红女孩的盲盒 好 在弹幕当中 现在各位 好 不要刷想要 每一个人都想要 要刷什么呢 刷 风风宠爱脸红女孩这八个字 风风宠爱脸红女孩 接下来 我给大家一点时间来刷这八个字 然后呢我们用风风来喊三二一 然后 风风来喊三二一 三二一 等一下 没有没有 大家还没有刷起来 要等给大家一点时间 不要再刷想要了 赶紧来刷这八个字 我们接下来 要从刷这八个字的我们的小蜜蜂当中 抽取我们的盲盒礼盒 来弹幕刷 风风宠爱脸红女孩 风风宠爱脸红女孩 哇太快了太快了 风风宠爱脸红女孩 来看大家都刷起来了 刚刚说有延时三秒 我们等大家一下 把这个八个字 OK OK 大家都刷起来了 风风来准备喊一下 三二一 我们来截个图 五四三二一 好 来我们看一下 一共抽取的是三位幸运的蜜蜂 我要公布一下名单 第一位是user 尾号是0691 user尾号是0691 第二位是官哥 第二位是官哥 第三位是六元一份侠 第三位是六元一份侠 我们看到刚才抽出来的这三位 要恭喜大家获得了我们的 Five和李一峰宠爱脸红女孩的盲盒 没错 这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要送给大家的福利 但是你知道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 我手上的这个 是我们所有的小蜜蜂 想要送给你的礼物 你要不要先猜一猜这是什么 桌布 桌布 风风猜这是桌布 但这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这是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 我要说的是这份礼物 当中汇集了我们所有小蜜蜂的 祝福和期许 他们说一定要托我们的Five品牌 亲手把它送到你的手上 这份礼物是之前我们 Five有发起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 就号召我们的小蜜蜂们 把自拍和风风你的照片 然后把它披在一起的合照活动 这个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一风脸红长书 有很多的这个小蜜蜂 参与到了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来 我们也把它打开 展示给我们的小蜜蜂们看一下 好不好 哇好多好多在上面 所以我们的Five品牌 特别特别的用心啊 把这些照片收集起来 制作成了一个一封脸红长书 一封当然就是谐音 对不对 那脸红长书表示们 表示见到说 小蜜蜂不论什么时候 见到我们的蜂蜂都是会脸红的 你看所有大家批的 自己的和你的合照 都在这个上面 这是我们之前Five品牌 非常非常用心的 发起这样的活动 所以 那我猜的也没错 确实是桌布 把它放在家里面 如果桌子很长的话 放在家里面 就可以天天看到我们的小蜜蜂 天天陪伴着你 所以 其实这封长书送给你是想让你看到 一直在身后默默支持你 前进的小蜜蜂 看到这个礼物 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我先看一看 好 好好的看一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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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想说的就嗯 不错 再接再厉 哈哈哈哈 蜂蜂告诉大家要再接再厉 好不好 就是看到这个 刚才 如果说你之前有参与到我们 Five品牌发起的这个活动当中 那么在这个上面就应该是由你和我们 蜂蜂的合照批在上面了 非常非常用心的礼物 但是各位小蜜蜂 在接再厉 嗯 不错 好 一直在不断地充实自己 挑战自己 我觉得这是一直以来 我们小蜜蜂支持蜂蜂的原因 那如果说这个 一蜂脸红常数上 有这么多脸红的小蜜蜂 那该怎么办呢 不要怕 有Five来帮你解决你的脸红危机 这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到的 其实要特别感谢我们的 Five亚太区的代言人 林蜂同学 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我们一起做了实验 感受到了我们的产品力 也送出了很多的福利给我们的小蜜蜂 当然也收获了这么有意义的一个话 这么有意义的一个礼物 那我们的这个直播要结束之前 有什么话想跟我们的小蜜蜂 能说一说吗 进入秋天了 其实大家的肌肤会很干燥 希望大家能够做好保湿 做好防脸部泛红过敏 让在这个秋天也美美的 在这个秋天也美美的 脸红的问题就交给我们的 First Aid Beauty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还有Five登陆 中国盛大开业的发布会 在等待着大家 要观看直播的我们的小蜜蜂们 记得可以去First Aid Beauty 我们急救美人的官方旗舰店 在首页点击进入店铺 一起来收看我们接下来 Five李一峰的发布会直播 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一会儿见了 感谢观看